Wiana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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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撐到第二回合 還是遭到輾層 Mr.Reice 御术的職業格鬥家生涯 就在此劃下了句點 賽後玉樹也表示 生涯最終戰 能跟世界T拳最強的男人一戰 已經沒有遺憾了 而那徐川天心拿下這場勝利後 也將個人T拳戰績推進到37勝0敗 37勝當中有28場KO勝 勝場KO率高達7×5 今天立即逢要來揭曉 身同那徐川天心 生涯KO招式排行榜 第一回合不到一分鐘 比賽就結束了 2014年以空手道神童的稱號出道 那徐川天心職業首戰就用這招奪勝 排名第五的KO招式 就是左腿的高角度提及 生涯一共送出兩次 第二次神童的左腿腰刀再出竅 就在2019年 同樣以兩次排名第五的就是田心的後手BODY SHOT 吃上一擊一樣讓對手只能跪下 同樣以兩次排名第五的就是田心的後手BODY SHOT 警戒指揭曉天心KOG第三名 警戒指揭曉天心KOG第三名 那徐川天心的拳擊技巧絕對是幽默共睹 生涯五度用勾拳送對手上路 一次出競技巧絕對手 再一次出競技巧絕對手 後手先上路途中 只能逃逃避了 非常的速度 不只有勾拳一擊必殺 同樣排名第三名就是閃電般的連續拳擊 目前能硬扛這招的放眼望過去 只有One的Rodon還有日本嘴哥黃志 高踢Body shot勾拳連拳各種殺招都已經搬出來了 排名第一的必殺技到底是哪招 幫助對手進入夢鄉的神兵 就是那徐川天心的西撞 真的不誇張生涯用這招撞爆遁守11次 不管是跳著撞連拳之後再撞 還是突如其來的一撞 神童西撞的KO率高局生涯低鳴 不過想要欣賞那徐川天心精湛的踢拳技巧 可能也是倒數計時了 因為今年天心透露未來將要朝職業拳擊界發展 踢拳賽事最多可能再打10場左右 以一年初賽5到6場的頻率來算 可能兩年後就暫時看不到他全腿併用的表現了 當然利盡風還是會持續幫大家整理鎖定世界 利盡明星的最新動態 別忘了訂閱、分享利盡風頻道 更精彩的節目內容 咱們下次見